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五股营养 好周到 本节目由银路好周到 特约播出 每个人的面貌都有自己的特征 有的脸颊丰满 有的鼻子高耸 有的是有一双深邃的大眼睛 如平湖净水 五美动人 有的人虽然没有什么出众之处 但也有自己独有的特征 比如说一双酒窝 比如说一缕断媒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看完我们今天这件事您就知道了 事情是发生在青海省的贵德县 2021年3月2号的上午 司机王师傅像往常一样 去附近的村子里拉砖 沿黄河边的道路行驶的时候 这个岸边不远的河面上 漂浮着一个黑色的物体 接到报案 贵德县公安局立刻就安排警察来到了现场 经过法医初步勘验 确定死者是一名男性 身高在1米65到1米75之间 年龄在45岁左右 从遗体上的痕迹来看 显然是属于他杀 一桩刑案就这么摆在了警方的面前 人命关天 这名被害者是谁 又是被谁夺走了性命 一番调查下来 一个让人无从下手的局面出现了 第一个难题 在被害人的身上 侦察还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明他身份的物品 他只有就是说 这颈部有一个挂坠 绿颜色挂坠 和这个左侧手上带有一个戒指 吊坠跟戒指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普通的吊坠和戒指 那能不能从现场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呢 也很困难 刚才我们讲了 被害人是在河中被人发现的 可是经过勘察 警方认为这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被害人很可能是被人抛入河中之后 一路顺水漂到这儿了 他当时如果要从这个地方去 丢弃死者的话 是可能性不大 没有任何可以有用的线索 思来想去似乎就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了 法医不是对被害人进行过尸检吗 被害人的遗体上有什么发现吗 这就更别提了 发现被害人的地方属于高海拔地区 再加上三月份气温比较低 在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下 最开始法医甚至连被害人的死亡时间都难以准确判断 早晚温差比较大 室外温差夜间能达到零下一二度 再加上黄河水水温也比较低下 都在零下一度到两度 再加上尸体处于一个回流地段 在水流的不断的冲击 尸体会再翻拱 所以会对这个尸体的尸僵尸斑都会有所影响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没有死者身份 也没有案件线索 也没有抛尸地点的这么一个三无案件 看出来了 简而言之 这就是一个要杀杀没有的案子 巧妇还难为无米之推呢 面对这么一桩蹊跷的三无案件 警方又该如何下手呢 要说摄像头吧 光看看这自然条件就知道肯定没有 目击者呢 有没有也不好说 怎么办呢 有人曾经说过 当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 专注当下就是最好的方向 对于警方来讲也是如此 为了找到调查的切入点 他们对被害人的遗体进行了更为仔细的开验 而令人振奋的是终于有了发现 经过尸检 法医认为的被害人是从高处坠落 之后溺水而亡的 这个死者落水的高度大概在十米以上 这个高度可不低 相当于从哪儿到哪儿的距离呢 侦战员对周围的环境可是非常熟悉的 他们第一时间就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上游的那几座大桥到水面的距离吗 这么说来 嫌疑人的作案地点很可能就是在某一座桥上 说干就干 警察立刻展开了排查 为了提高效率 他们甚至还启动了无人机 很快这就有发现了 离这个回流点呢 也就是我们发现尸体的地方 最近的一座大桥是向回流点以西四公里的地方 有一座阿什贡大桥 在距离阿什贡黄河大桥北面桥头 约80米的地方 侦察员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足迹 有几处可疑的脚印 在脚印的附近又发现两处可疑的红色斑脊 沿着可疑足迹的方向 侦察员又在大桥中段的护栏上 发现了更多有价值的遗物痕迹 在阿什贡大桥的东侧护栏上 我们又发现了类似于人体毛发的组织 我们将这个阿什贡大桥上的毛发 第一时间就是说 送往这个神官厅刑警总队 并在神官厅刑警总队技术中心的比对下 确定为这个毛发为死者所留 很好 多亏了警方尸检的细致入围 这桩三无案件还真就有点眉目了 确定了贝海人的落水地点 接下来调查方向似乎就清晰多了 介绍一下这座大桥的距离贵德县城 大约有20公里远 位置比较偏僻 附近的村庄也比较少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本地人 还真不见得会知道这个地方 如果他是外地人的话 他会他基本上就不可能知道 有这么个地方的存在 这么看来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贵德本地人 你可能会说了有了这个线索就好办了 大桥距离贵德县城一二十公里 嫌疑人还要挟持着被害人 肯定不太可能是靠两条腿走路过来的 他们谁有八九是要乘坐交通工具 既然如此那就来个暗途索计 看看沿路卡口的这个公共视频画面里头 有什么东西不就可以锁定嫌疑人了吗 不如果这么想的话 您还真的是高兴的早了点 就算是知道了嫌疑人是本地人 接下来的调查依然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发生了什么呢 调取了就是相关视频监控 对视频监控内48小时的可疑车辆进行详细排查 也没有排出车 有价值的车辆 听到了吧 暗途索计的法子没有用 怎么呢 难道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摄像头刚好没拍到嫌疑车辆 还是说他们通过其他方法来到大桥的 眼看着公共视频没有发挥作用 侦察员又在全线范围内进行了排查 试图找到失踪人口的报案 可是这一查他们就更纳闷了 就是给对贵刀线110的警情进行了分析研判 看有没有失踪人员的报警记录 几乎挨家挨户都走遍了 然后呢是都没有说是失踪人口 大伙都好着呢 说到这儿呢 相信你也就知道困难在哪了 好不容易发现了落水地点 结果线索却又中断了 当然了 既然之前侦察员已经发现了这个被害人的毛发 他们是可以进行DNA比对的 可是这毕竟是要有条件 而且需要时间 而警方呢 显然不可能一味的苦等 他们必须要主动出击 可是对于这么一桩三无案件来讲呢 突破口塞哪呢 这么跟您讲吧 破案的密码其实就在贝海人的脸上 试检过程当中呢 法区发现贝海人有个非常明显的面部特征 如果我们发现它这个左侧眉毛 有断眉的这种现象 从这个眉毛的检查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这不是人为所形成的 那说明它就是身前就有 没错 它这个天生的断眉 而且除此之外呢 另外一个特征也有辨识度 法区发现贝海人的这个眼睛 呈现出了陈旧性疾病 通俗一点说 这人眼睛不太好 视力应该有问题 一个天生断眉的残障人士 试想一下 如果哪个村里有这么一号人的话 是不是大家伙会很熟悉呀 既然贵德县没有施东人员 那就扩大排查范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 很快有一个重大进展出现了 在距离贵德县100多公里之外的大同县 侦察员打听到 有一个叫沈青的村民 跟贝海人的面部特征十分相似 都是断眉 而且视力都不好 更重要的是这个沈青呢 已经好几天没见着人了 然后加盟卫索灯光 敞亮 然后经过憧憬 以及派出所民警 呼喊也没有音大声 这就怪了 就算是这里民风淳朴 一夜不庇护 也不至于大白天连灯都不管吧 浪费可不是这些村民的习惯 侦察员呢 立刻就决定进入沈青的家里进行一下勘查 这么一查呢 果然就出现疑点了 在这个卧室里边呢 我们发现这个大衣柜的两扇门 它是敞开着的 还有这个床上的被褥啊 是比较乱 与此同时 侦察员还发现 沈青家里安装的摄像头呢 似乎被人故意改变了朝向 按正常的来说 它应该是照在这个家 照这个家的全貌 但是我们在那天看的时候 它已经是摄像头转过去了 直接是面对着墙 然后我们在这个摄像头的下方呢 发现了有一颗拖步 我们就初步判断 这应该是当时有人用这个拖步 去破坏了这个监控摄像头的方向 如果不是心里有鬼 干嘛害怕被拍呢 调查进行到这 侦察员迅速在沈青的家中 提取到了他的生物检材 和被害人的毛发一比对 侦察员怀疑的没错 被害人正式审清 从一缕断媒开始 这桩三五案件 被害人的身份终于得到确认 不过说到这儿呢 这事也让人挺想不通的 沈青49岁 因为从小患有眼疾 视力很差 家里没什么钱 靠吃低饱度日 也娶不到媳妇 一直以来就这么形影相调的生活着 直到几年前 有几位好心的村民实在是同情他 共同出资 送他去学了唢呐 才靠着走村窜户 在别人葬礼上吹唢呐的手艺 生活逐步安稳下来 像这样势单力薄的一个人 大概率是不会主动去招惹别人的 怎么偏偏就遭此厄运呢 而且注意了 沈青家所在的村子 距离他落水的那座大桥足足有一百多公里远 嫌疑人竟然能够挟持沈青 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动手 这得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恨 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 这人到底是谁呀 接下来的调查正硬了那句话 人算不天算 时间不能倒流 不要紧 摄像头的画面可以回放 原来在沈青家附近进行走访的时候 侦察员意外发现 有一户村民家里头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而它的位置呢 刚好能够拍到沈青家门前的那条小路 这就好办了呀 侦察员立刻调取了这个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视频显示 2021年3月1号晚上8点钟左右 有一辆面包车曾经在沈青家的附近停靠过 停靠之后 隐约能看见人从车站下车 从走向沈青家中方向 然后在当晚22时去 我们就发现这辆可疑的白色车辆就离开了 是出了这个大一八葱 去哪了呢 一路追踪 郑州下发现这辆面包车离开村子之后 曾经在周边乡镇的几家银行门口停留过 在该车辆停房的时间段内 有一个门面男子取款 并且时间是特别短 之后呢 这辆面包车再次回到了沈青家附近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一名男子呢 又一次去往了沈青家方向 几分钟之后 这名男子反过到车里 而车子呢 也再次向银行驶去 然后又到大通县的一家 另一家银行ATM机附近 而这时又有一名可疑的人员 就是进行蒙面围装 进行再次取款 注意这次取款的是另外一名男子 他是谁呢 暂时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3月2号凌晨 这名男子取款完毕 白色面包车没有在座停留 静止开往了大桥方向 随后侦察员调取了沈青名下 所有银行卡的交易记录 发现其中一张银行卡的取款时间和地点 跟那个可疑面包车的停靠地点完全吻合 说到这儿呢 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辆面包车十有八九就是嫌疑车辆 而且从取款人员上来看 嫌疑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 为了蒙取不属于自己的钱财 就残忍地夺走了一条生命 实在是可恶 事不宜迟 追踪行车轨迹 侦察员迅速找到了面包车的车主 不过在这儿呢 有必要告诉您的是 嫌疑人并不是他 那么警方能够找到真正的嫌疑人吗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嫌疑人既然是谋财 可是沈青的经济条件 我们之前也说了 他可以用身无常物来形容 那么嫌疑人到底为什么会盯上沈青呢 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之后 我们又将看到什么样的 令人震惊的引擎呢 好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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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担心 借记下手 好烂 怕上火 怕上火 喝王老吉 在治愈系清新的呼吸 在如画香檐里舒展 在忘忧仙境里 酒碳 红五月 活力更新 暂游江西 无故营养好周到 营络好周到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的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终于顺着摄像头拍下来的画面 找到了嫌疑面包车的车主 可是没想到都到这一步了 竟然还有意外情况出现 当时面对警察的车主是一脸的迷茫 他表示自个儿根本就没有干过坏事 也没听说过沈青这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人在狡辩吗 面对质疑呢 车主赶紧就解释了 说嫌疑人开的这辆面包车是他的 没错 但是平时根本就不在他手里开 平时这辆车由他手下的一名工人 保管车钥匙 然后平时也由他手下这名工人 就是开车 也因为他自己不会开车 那名工人的名字就叫刘林 嫌疑人之一会是这个刘林吗 想要弄清楚这个一点都不难 在三月三日的晚上二十一时许 我们在新宁市陈西区辖区将这个刘林抓获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抓获刘林之前 通过排查他的社会关系 警方也抓获了另外一名嫌疑人 他叫赵仓 和刘林来往的相当密切 案发几个小时之前 还给这刘林打过电话 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赵仓的身份 您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和沈青一样也是大同线的 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竟然还是沈青的好朋友呢 面对迅问呢 赵仓和刘林对犯下的罪行共认不讳 一桩手段残忍的命案 到头来凶手竟然是自己的朋友 这真的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嫌疑人虽然已经落网了 但是我们有必要再问一问 赵仓和刘林的这个作案动机是什么 从之前的视频画面来看 他们应该是屠材 可是沈青呢 我们很早就讲了 他是个低保护 身体也不好 家境也十分贫寒 这俩人大费周折的加害沈青 取到手的也不过就一万来块钱而已 因为一万多块钱断送了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还赌上了下半辈子的自由和生命 这值得吗 他们怎么忍心向朋友下那么狠的手呢 随着两人把罪行合盘托出 一出引狼入室的戏码 缓缓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根据赵仓交代 他是2020年底从广州回到大同的 在打零工的过程当中 他认识了刘林 也许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赵仓和刘林很快就熟了起来了 两个人都没钱 也都有着一肚子坏水 不久之后 刘林找到赵仓借钱 而赵仓呢 同样囊中羞涩 这个时候 有个邪恶的计划 就开始出具出行了 年纪轻轻 没钱不去找活干 反而想到了抢 这刘林说他这个坏良心的都算轻的 而且您别看赵仓话里话外 把自个儿摘得挺干净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于刘林的歪主意 那是一拍即合 不过呢 也要说一下 最开始这俩人计划的作案对象 并不是沈青 而是那种在他们看来 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 所幸豪车车主走得及时 俩人出师不力 换作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 这个时候都应该反思一下 自己的这种行为的恶劣性 和后果的严重性 但是很显然 这俩人呢 没什么底线和原则 眼看一计不成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竟然想到了 更加无耻的一计 案发一个月前 刘林呢 再次找到赵仓借钱 这一次呢 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 赵仓就把朋友沈青 牵扯进来了 然后他说沈青有钱 我们去跟他借钱 沈青是个时尚人 因为之前几位热心村民 曾经共同资助过他学索 对于这份善意和帮助 他一直感怀于心 面对赵仓和刘林 沈青浑然不觉 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个人 可是没想到三个人聊天的时候 他无意中的一句话 在不远的将来 给他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据赵仓供述 当天在沈青家聊天的时候 沈青无意中提到 他吹索那一年能挣四五万块钱呢 他送到这一点 他说退了十年的话 他就计算 反正最少有四五十万块钱 第一次回来之后 就想到这一点 他就抢劫了 然后眼睛也看不见 好弄 2021年3月1号的晚上 抢劫沈青的计划 付诸实施了 刘灵和赵仓开车来到沈青家 见朋友上门 沈青还挺高兴 对于孤身一人的人来讲呢 外界的任何温暖 都是值得加倍珍惜的 于是呢 沈青满心欢喜地拿出酒菜 并没有意识到 此时站在他面前呢 是两只披着羊皮的狼 期间呢 刘灵和赵仓不断举杯 又使沈青喝下了大量的白酒 很快 沈青不胜酒力 就决定小帅一会儿 随后两个人挟迫沈青 交出了银行卡和手机等财物 而后面的事儿嘛 大家都知道了 为了隐约后患 他们一路驱车 来到了阿什洞黄河大桥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行程想着就是 如果放他 放被害人走的话 可能会报警 两人的事情会暴露 与其这样还不如把 这个受害人拉到 他所熟悉的地方 进行杀害 在青海省公安厅刑警总队 和周县两级公安局党委的 坚强领导下 该案得以在33个小时内 成功告破 逝者得以安息 深者得以告慰 法律综颜得以彰显 是啊 仅凭被害人的面貌特征 只用了33个小时 就破获了一桩三五案件 警方的快速令人佩服 而他们不遗漏 任何一个细节的职业精神 更是值得点赞 2021年底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个案子做出了一审判决 刘林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5000元 赵仓犯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5000元 回头再看今天这个案件 沈青眼部患有疾病 生平坎坷 却能苦心学习唢纳技艺 依靠自己的努力 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赵仓和刘林 他们身体强壮 四肢健全 在经济困顿之际 首先想到的竟然是谋财害命 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可谓是咎由自取 自作自受 多年前有首歌曾经唱过 千里难寻是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 但不得不说 在人际交往当中 我们也要对接触到的人 进行一定的筛选 多看看对方的为人处事 多了解对方的道德底线 有所甄别 有所取舍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交到真正的朋友 避免类似的 隐狼入室的悲剧发生 五股营养好周到 银路好周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